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刚游车可以游到火炭的晋阳村 这是晋阳村的火炭 我们先看看哪里走 今天是6月29日 星期六 刚刚外面有些雨下 天气都很阴 天气很深 这是商场 本来打算找山行走 周边 但现在下雨很容易 没办法 想走也没办法 山上也很容易容易 没办法 雨勢越来越大 没办法 走出去也不行 一走出去就湿了 一走出去就湿了 二龙村的巴士中站 有七九八 八十五 二八五 在内好像只有三条线 对吧 应该是 只有三条巴士线 地下边有个街市 应该是街市 应该是街市 一眼看完 规模不是很大 街市 长形的 店铺也不是多 另一边有个美食广场 就是这样 好像很小 没吃过 地下 地下 就是这个商铺 一家店铺 是一家脆河餐厅 非法店铺 是一家脆河餐厅 都不太大 都不太大 超市 不是那些超市 不是那些超市 来的 普通的街市 街市 地方不是很大 但是这些货园也很多 好像放得很密 原来这边有少少 算是这样 这是俊阳村 村屋 他们很多都已经 预早已经安装了 煤气炉 那些 有洗澡煤气炉 其实环境挺好 不过就是 乘车比较不太方便 这边都ok的 但问题就是 看你们怎么想 这个商场仔 那些东西都 齐齐全的 有 有浴房 有集货店 有山厅 之类 ok的 在这里 都不用走出去 就是这样 有万里 今天上去天台 看看怎么样 这里有个天台花园 好 原来上面有一间 新明远 酒家 是吧 有 早午茶屎 下午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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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宴 哇 十口包 大大 筷子 都不错 看下来就写的名字 这就贵些 鲍鱼乳之泉包宴 这个就 3,288元 看下来 跟着连接隔离 有一间 一间很白白 好像快餐爐式 那样 快餐爐式的茶餐厅 哇 升州买一元 这个餐厅 好 走出这个花园平台看看 这是露天的花园平台 来的 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还做些花园在这里 更加觉得很窄 这个地方 长条形 中间的花园 变成不能走 在旁边的位置走 看下来是平台 这里又是另一个 现在继续下雨 不过雨势不是很大 默默地下来 本来想着在后面上山走 谁知道下雨 濕淋淋 免得天雨露滑 我们也没有准备 今天也没有人下山 打算下来 谁知道下雨 没有空 这边走上去 应该是这边走上去 应该是这边走上去 这里是一条路 不知道真的没有走过 要走上去才知道 应该是这边上去 应该是这边的斜路 又慢慢上去 估计 不知道是否有走过 现在不能走 快吃下雨 又湿淋淋淋 对面是火炭工厂区 一带也是 下面是发电电房 这个是特意设计 在这里给他们 本来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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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给工厂区 发电 这个商场比较静 因为这里比较偏一边 就算是在这里走 也有大部份 都在这里住的人 很少 很少外粮 特意到这里走 因为地方没有什么都好走 我们不断走 在这里走 大致上去看完 这个是晋阳村 我们打算乘85 去九龙城码头 也是游车 但是现在 要20分钟才有车 我们看看 周围才有 看车车去哪 看车车去哪 看车车 火车站 火车站 另外有一条 有一条 有一条 Z1A 往碧桃花园 经过的贵地街公厅 前面 这条达叶里 应该在这里上去 应该往前走 一直往前去 上山走 火车 进阳村 我们就参观完了 就乘车走了 准备 在这里 这里有个海鲜档 唯一一间 人们卖海鱼 海鲜 还有一个拌鱼 一群海鱼 一档是淡水鱼 一档是淡水鱼 一摘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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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巴斯来到这个土瓜环 上乡刚刚下车 看看才游 没办法 今早上的房子装修 已经很吵 很吵 所以要出来逛街 免得在家里吵 声音都听不到 根本是吵到 不断转场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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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